大家好 我是富山香堂的黑鞭 上次有跟大家說到要來介紹印度老三 我這一期就來為大家介紹 大家知道古代四大名鄉有哪四大嗎? 有成鄉 檀鄉 榮原鄉 澀鄉 那我們印度老三它就是檀鄉 檀鄉樹是一種非常娇貴的樹木 它的幼苗必須得寄生在其他植物上面才有辦法存活 它非常的吃重它所寄生的植物 如果那個植物太強勢呢 它又沒辦法長成 那如果這個植物呢 它又太弱 那麼它很快就會死去 它們這兩者啊 必須相互相互 必須彼此配合才有辦法融合 所以檀鄉樹它的種植是有一定的難易度 也就是因為這樣檀鄉樹會比較正規 那檀鄉樹它的成長速度是非常的慢的 它可能要好幾十年才有辦法長成 大概這樣一大圈出來 那麼我們平常在使用的 只有青材可以使用的 我們必須得讓它成長很大時間呢 我們才有可用的青材 它成長得慢 就代表著它的木材的密度 非常的密實細緻 那也因此堅硬厚實 那檀鄉呢 有幾個知名的檀區 就是印度啊 澳洲 東加群島 及地溫 印度老山檀呢 又是檀鄉中的上層奇品 什麼是老山呢 老山就是指樹的年齡要超過60年以上 即開發後要靜置20至30年以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剛開採下來的木材 它會有一種刺鼻的味道 我們必須給它靜置比較長的時間呢 使其木材自然成化 這些成癒的狀態 這樣我們味道也會比較緩和 然後也因為這樣靜置呢 我們木材也會比較穩定 木材會密實堅硬 五億列開 在早期呢 因為印度他們大量開採 印度老山檀香母 導致它將近瀕臨絕種 印度這次我們就出來決定要管制開採的數量 就是出口的數量 它的產量呢 就會相對的稀少 越來越珍貴 那我們富山香糖所擁有的印度老山檀香母 都是在管制出口之前呢 就有留下來的不存老料 我們也放置了非常大段時間 所以它味道非常的好聞 為什麼大家會很熱愛印度老山呢 歸功於印度的氣候及環境衣宿 出產出來的檀香母味道 比較香甜濃郁又持久 品質也比較穩定 我就來點一支來聞聞看 有奶香的甜味 聞起來就是非常的心曠神異 那種清香清淨的感覺 它有分黃熱紅肉跟黑肉 其油脂密度越大越高呢 還有樹的年齡越久 我們放置傳話時間越長 它的顏色就會越深 那品質也就會非常好 那老山檀香呢 它的功效有很多啊 不只可以用作尋香喔 它也可以用於藥材 護膚 甚至是風水百姓 因為它又是屬於陽氣正氣的風水術 有避寫及招財的作用 又被稱為招財學黃金術 甚至是古代啊 只有皇室會族 或是有身份的人才有持有喔 所以又稱為皇室之術 那老山檀香呢 也帶有正氣的象徵 是佛道教修身養氣的雞皮香 再香道呢 甚至是首選木 它燃燒的香氣呢 香甜高雅 具有提升洗腦 排體壓力 舒緩情緒 甚至是調理呼吸 改善睡眠的諸多養生功效 然後像冬天環境濕冷啊 夏天環境燥熱 會使我們自身啊 產生不好的會情 我們都可以點一隻 印度老山的香品 來調節環境的氣場 穩定我們的思緒 招來好運喔 像我們印度老山啊 在我們富山香糖呢 我們有做成我們的 沃香 倒流香 盤香 手珠 香糖 香粉 都有印度老山相關的產品 歡迎大家選購喔 我是黑邊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幫我們這部影片按讚 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